传说冤死的人穿上红衣下葬 死后就会变成飞尸为祸人间 大狼被妻子毒死后怨气冲天 可他生前就是个好人 所以死后也做不了恶人 于是他避开镇上的百姓 偷偷来到了家门口 院里的家畜瞬间疯狂尖叫 妹妹听到声音后赶紧出来 大狼为了不吓到他 就隐去了身形 接着他来到西门家 操控指人去找西门 但西门不按常理出牌 直接捏碎了指人的喉咙 却误打误撞破解了大狼的法术 第二天三个盗墓贼回到镇上 开始讲述自己昨晚的经历 结合昨晚听到的喘气声 百姓们纷纷认为大狼死不瞑目 所以才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西门一听慌了神 于是找了一群盗士 直接封了大狼的棺材 随后开始大肆搜捕他 无处可去的大狼 只能去找棺材铺老板 棺材铺老板知道他是个好人 就把楼下供奉的神像盖住 让他躲在棺材里 很快牙役就带着道士找上门来 店铺里就那么几幅棺材 道士们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他们把棺材上贴满符咒 可棺材有六个面 大狼直接把棺材翻了个身 从底部窜了出来 直接把一个道士拖了进去 当棺材在打开时 道士已经彻底凉了 但流水的道士铁打了西门 他又请了一位道横高深的大师 这个大师可不一般 当场拿出一打符咒 和一套辟邪的法医 说只要西门躲在房里不出来 墙上的符咒就能保他平安 价格虽然极其昂贵 但西门压根不缺这点钱 经验担心大狼报复他 当天就搬进了西门的家里 晚上大狼果然找了过来 他先是解决了为非作歹的管家 接着解决了收受贿赂的狱卒 随后他来到西门家 可满墙的灵符让他无从下手 于是他找到阿牛 阿牛听了大狼的诉说后 当场就冲出了房间 他很感谢当初大狼放他一马 还拿钱帮他母亲买药治病 所以他愿意做任何事 在大狼的指使下 阿牛拿着大刀来到西门家 他一把火烧掉了外面的符咒 侍卫们很快发现了不对 阿牛一边和他们过招 一边撕毁房檐上的符咒 当符咒被清除得差不多时 大狼献出了身形 眼看大师要放大招 大狼立马和阿牛合体 合体后大狼不再是鬼怪 护院们打不过他 大师拿他没办法 他击退了一群人后 直接解决了西门 金脸也被他扯掉头皮 高高挂在了房梁上 随后大狼就离开了西门家 伤害他的人他一个都没放过 无辜的人他也一个都没伤过 影片也到此结束